乱葬岗之外的众人各自打着眉眼官司 他们早从一开始对梦中出现的各种清单 各种心思 变成了对各个名人身价的好奇 对比着楼里姑娘们的身价来在心里暗自乐呵 想不到脸方尊的身价竟然这么高 这得为楼里最贵那个花魁叔多少次身了 虽然金光瑶的身价高得吓人 让一众被定身价的人愤愤不平 凭什么一个娼妓之子的身价39万两 他们就几千两几百两甚至连石纹的都有 金光瑶面色更是好看 私生子的价钱是他的近十倍 被定身价如同瑶姐的憋屈儿 身价低了也憋屈儿 端地是怎么都不对位 然而金光瑶的身价天花板归天花板 需要赎身的银钱却不是最多的 赎身银钱的天花板那还是金光瑶 毕竟金光瑶出那些阴谋诡计 都是源于金光瑶的野心 而他本人即便县计 还真没骂过怡灵老祖半句话 说得夸奖的话一箩筐 因此还得到了一些优惠减价 不过那线的计谋害 他们要出的钱也不低就是了 众人在气愤 以及看热闹的各种心情下 也是疑惑不已 魏无羡他们到底是根据什么来定身价的 各家收到的书信上当然没有清单那么详细那么冗长 皆是身价多少 需要赔偿多少 合计赎金多少 但只要看到那每个人需要赔偿的金额时 眼前就会出现虚拟的 闭上眼睛能看到的清单 小小的一张纸上都附有阵法 被魏无羡玩出了花 让人心情复杂非常 所有拿到信的人都注意到了书信最后一句不容忽视的话 所有身价在一百两以上的不管 五十两以下的必须在期限内赎回 否则贵家族会出现什么状况 本老族也不确定 金家与某某家某某家等二十几个先门除外 一月内必须赎完 反之后果同上 有些人便发现 这些特殊对待的家族 要么就是金家 要么就是金家的附属家族 以及跟金家交好的一些家族 至于期限内 那就是七日 宜林老祖只给了七日 过时还得加价 还摆名车马放话 他这乱葬岗 因其怨气过重 时间长了出了什么状况 他一概不负责 金家那一月并不是与七日特殊的期限 超过了七日一样 是要加价的 这是威胁 妥妥的威胁 但为什么身价低的必须在期限内赎回 而高于一百两的随意呢 宜林老祖的心思真难猜 众人一斗从生 知晓得都开始查身价高的与身价低的 好吗 大体明白宜林老祖依靠什么定价的了 职位 能力 品性 若是职位高能力出重品性又好的 那身价自然就高 但若是职位也低 能力没有 人品又低劣不干好事的 自然身价也就低了 但身价低的人 硬是凭借针对宜林老祖与齐皇一脉等乱骂说话 以及做的事而将赎金拉得牢高 众人根据查到的来看 嘴里不说 却在心里避避 马德 根本就一文不值何 该是倒贴才是 竟然还能定时文 又凭借这身价 发掘了那些默默无文蒙尘的明珠 这些人一定要赎回来 那可是家族可遇不可求的资源啊 等赎回来后一定要好好对待 如此 就更不愿赎回那些身价低的了 但仪陵老祖允许你们不来赎吗 允许你们内斗借此揽权吗 允许你们在这时候退出家族避开吗 当然是不允许的 用魏无羡的话来说就是 在战俘没有全部赎回期间 你们原来是啥样就得是啥样 一个都不能少 为此 他还专门催动了乱葬岗深处的凶尸鬼物等镇守各家 领着在外面闲散的各类鬼物 将各家看得死死的 就连自杀都不成 更别提暗算或者离开了 还时不时出来吓唬吓唬人 被折腾的百家们不得不捏着鼻子刃了 纷纷开始准备起了赎金 给兰家的信与别家的是不同的 除却那些别的信里都有的外 还多了那么一句话 有情价若贵家族蓝二公子 航光君蓝战蓝 忘记愿以身换人也是可行 蓝二公子一人可抵上面所有 蓝二哥哥 乱葬岗欢迎你哦 蓝西辰当然知道自家弟弟 对魏无羡的心思 因此看到这么一句 尤其是最后那一句明显的调戏之语时 就知道不好 他自己的弟弟自己了解 别说是去换人 就算是不能换人 他也是很乐意去乱葬岗的 果然 抬眼看到看起来面无表情 实则很高兴 两眼亮晶晶看着他的弟弟 整个人都不好了 蓝西辰氏微笑 忘记 不可 本来被这么定一通身价 要赎金就很丢脸了 忘记 要是真的就这么跑去乱葬岗 那蓝家成什么了 定会成为先门大笑话 面无表情的蓝忘记 目光向旁一瞥 死抿着唇不看兄长 蓝西辰容僵了一僵 弟弟不开心了 但还能怎么办 即便魏公子再不好 他也不是不同意忘记和他在一起 但不该是以这个方式 蓝西辰语重心长 忘记 免费送上门的不值钱 蓝忘记耳朵通红 似有若无地看了兄长一眼 转身就走了 步伐与平常并无什么不同 在蓝西辰眼里 那就是自家弟弟气呼呼地跑了 笑着摇头 忘记还真是可爱 但人还是要熟的 为防意外蓝西辰亲自准备了熟金 细细清点 准备亲自前往乱葬岗熟人 但在将要离开前 却阴沟里翻了船 饶是蓝西辰读地多年 也没有读到自家雅正端方 从未行差他错的弟弟会偷袭他 将他给打昏了 将自家兄长扛回韩室 蓝忘记帮他除去外衣摆证睡姿 贴心地盖好被子 熟练地从兄长柜子里 拿出安神香点上 保证不到第二天卯时 绝对醒不过来 之所以选择失礼的偷袭 将自家兄长打昏 除了准备跑路 去找卫英外 他还是有些生气的 毕竟 先门百家 以及他们拦家 要围剿乱葬岗的事 他被瞒得死死的 兄长明明知道 他心悦卫英 还不告诉他 甚至故意留在云深不知处 伴着他 若非梦中 突如其来的账单 他都不知道这回事 这才跑来这里 想要在兄长口中得到答案 在看到信中那句乱葬岗 欢迎他的话 以兄长之前的态度来看 他有理由相信 如果不是他正好看到了 兄长肯定再一次将他瞒着 旺姬很生气 旺姬要报复 于是独地姬 遭遇了弟弟亲自送达的特殊照顾 好好休息一天 做完这些后篮旺姬就准备离开 突然又停了下来 脚步一转就去了平日里 领取薪资的地方 将这些年他结存未领的月钱薪资 全部领走了 是了 乱葬岗上那就是缺钱了 他的魏英若不是没钱了 怎么会借此机会索要赎金呢 他不认为魏英要赎金有什么错 如他信中所言 战俘嘛 若是这么白白放了他多没面子 如此给个教训免得以后 谁还觉得他好欺负就欺上门去 只是想到魏英愿意不要那笔不小的赎金 只换取他一人就觉得心里甜丝丝的 耳朵红红的同时 越发觉得不能亏了魏英的心意 他这些年存下的薪资其实也不算少 全部领取了发现竟然比赎金还高些 他很高兴 于是乎扫空了净式东西与自家巨额存款的蓝望机 表面冷冷淡淡 一步一步沉稳地走出云深不知处 对守门的自家门声道一句去熟人 后就面无表情踏上必尘飞走了 虽说蓝望机也比较积极 但来得最快的却不是蓝家 也不是离一临近的先门 而是比姑苏稍微近那么一点的亲和 身临其境了解真相的 只有被困在乱葬岗山脚转圈圈的人 但那一张张账单上的赔偿金理由 却是写得明明白白 就是傻子也能分辨出事情始末 清和涅士的人耿直是耿直了点 但并不是说智商就真的有问题 脑子灵活的 也不是只有聂怀桑这么一个藏桌的 聂明觉前去乱葬岗围剿 留守在清和镇得住场子的聂英绝非等闲 若不是他 凭聂明觉如此刚直的性子 怕是早遭遇不测了 真的是为了自家宗主操碎了心 这番账单才出现在梦中 他立即就明白自家被算计了 心里恨恨骂着金光瑶这坑货的同时 立即着手按着账单上估计的银钱准备好了 于是在魏无羡亲笔写的赎金索要书到手上时 聂英毫不耽搁带了几个人立即启程 魏无羡在接到消息时也是一待 这聂甲 耿直啊 爽快 不在清和的聂怀桑 在看到那一顺流的账单时 想了想决定往家里赶 先瞅瞅魏兄的信怎么写的 再计划该怎么做 虽然通过接触的三月 他绝对相信魏兄的人品 以及看那些账单 魏兄好像也并不生他们聂氏的气 但也要瞅瞅信里面的语气 分析心情不适 只是他也没料到 他那三叔逆英动作那么快啊 等他回到清和时 聂英已经带着赎金走了几个时辰了 于是他默默拿着魏兄的书信 琢磨了起来